10月7日晚21点01分,周冬雨突然在微博发了一张图片《重磅消息》,并写道,一小时后结晓。 这让无数网友充满了期待,一个小时后,周冬雨准时发布了《重磅消息》,他写道,《重磅消息》,听说睡觉起来,你们假期就结束了。 让期待了一个小时的网友大感失望,看到周冬雨如此调皮,有网友评论,必须举报周冬雨吧,谢谢。 从网友的留言中,我们不难寻找到蛛丝马迹,原来大家都在期待他公布恋情,只可惜事与愿违。 有的网友表示,内容引起不适,有的则表示,我们一起来举报周冬雨吧。 更是直接把请大家举报周冬雨推上了热搜,看来假期快结束,大家都想在最后评一下。 周冬雨一向一股灵精怪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中,总是觉得,像周冬雨这样的女孩是没有任何悲伤的,整天大大咧咧,开开心心的,能有什么悲伤呢? 其实人生更是如此,如周冬雨这样大大咧咧的,好事情也会降临哦。